女孩正在洗澡 结果水温却立马变成了300度 原来是她的姐姐活女 在恶作剧 但冰妹妹也不示弱 她要在姐姐最喜欢的冰箱上动手脚 只见她轻轻用力一拍 那冰箱门就咔巴 被动成了800来层那么厚 等到姐姐来拿咖啡豆时 妥妥的一点也打不开 这一看就是妹妹的杰作 姐姐怒了 启动了三味真火 足足烤了半个小时 终于把800层的冰给烤化了 但就是这么相爱相杀的姐妹 却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孩 这件男孩不小心被路人撞发了果汁 咋的满身都是 姐妹俩又争抢着 要为男孩清理物资 为了不发生争执 男孩把短袖给了妹妹 短裤则给了姐姐 这下可惨了 上衣的物资是没了 但衣服却被烧的全是大洞 而短裤不仅变得忘凉忘凉的 就连扣兜里也全都是冰块 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 如果被冰女友发现 你在和活女孩聊天 那你的手机就会变成脆脆冰 卡八九岁 如果被活女友发现 你在和冰女孩聊天 那你的手机就会变成一滩烂泥 口都口不下来 为了不获男孩的心 冰女特意为男孩变成了冰淇淋 味道简直美极了 可姐姐也不示弱 她拿出了各种口味的糖 再放上一根小木棍 下一秒 她就变成了世界上最美味的糖果 男孩是左选右选 也选不到最适合做女友的 直到这时 男孩看见了她的真命天使 顿时就一见钟情了 那你们是喜欢冰女孩多一点 还是活女孩更多一点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被当成日用品 你愿意吗 这个千一富豪喝个咖啡 都要坐在人的身上 小孩很瘦 似乎承受不住男人 却还是在拼命的支撑 而他们的父母却无暇顾忌 只能拼命的保证 背上的餐具不掉下去 以免巨额赔偿 喝完茶后 富豪就要去上班了 他拿走挂在女人身上的衣服 和他嘴里的钥匙 准备出门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男人的衣驾 他来到车站 打了一辆车 奇怪的是 这里所有的车也都是人 他们不允许出错 每天只能拼命的奔跑 来到红绿灯前 男人张开衣服 露出红色的毛衣 所有车辆必须停在原地 如果露出绿色的毛衣 他们才可以通过马路 原来这是个奇葩的世界 所有的工具都是由人构成 电灯是人 家具是人 就连交通工具也是人 在这样的世界里 我就好奇 这个男人是怎么赚到这一个亿的 原来男人每天起床后 就会来到一栋大楼里上班 这里的大门是四个人 电梯是个大胖子的作业 而男人每天都会去大楼的最顶端 他打开电梯门 把自己的衣帽挂到衣柜里 然后忐忑地走到一个地方 男人放慢脚步 又整理了一下领带 然后就躺到了地上 我的妈呀 这个工作也太舒服了吧 随后一个男人站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擦了擦鞋 才走进自己的房间 原来男人的工作就是地点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世界 你想生活在这里吗 这是一项可怕的实验 腐败貌美的死神 把一根羽毛放到了一杆秤上 然后又从女人身上 卡巴掏出了一颗黑色的心脏 害怕的赶紧点餐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死神把心脏放到秤上 如果心脏比羽毛轻 就可以去天堂 如果比羽毛重 就要下地狱 女人该去哪里呢 就在刚刚 这个十八岁的女孩 想要拿柜子上的糖果 却没发现 坏了的凳子已经缺了腿 她拿下了一个罐子后 就准备做一种神仙美食 可还没动手 就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个黑色的男人 女孩并不欢迎她 可她却强行进入了女孩的房间 她告诉女孩自己是死神 就在刚刚 她已经死了 女孩简直不敢相信 可她回头一看 自己的尸体已经躺在了地上 绝望的女孩为家人 做了最后的晚餐后 就随着死神 登上了通往天堂的台阶 结果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你绝对想不到 八万根台阶的天上 居然有一片大沙漠 死神拿出了一杆秤 把一根羽毛放了进去 随后又掏出女孩的心脏 如果比羽毛重 女孩就要下地狱 结果女孩的心脏比羽毛还轻 因为女孩天生善良 还在不久前救过死神 为了报答女孩 死神为她选择了最幸福的通道 虽然女孩对世间很留恋 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有做完 更有舍不得的亲人 但她必须要接受现实 没有人能预测到自己的现在 或者未来意外的发生 所以请珍重现在的生命 国王为了挑选三位继承人 分别叫三个儿子 去邻国娶三个公主回来 谁娶到的公主最漂亮 王冠就会送给谁 为了公平 国王抛出了三只命运之矛 老大的方向是左边的比丘果 据说那里全是妹妹 老二则是右边的女儿果 命运似乎特别偏向她 只有老三被派到了小树林 这会把哥哥们乐坏了 小树林里怎么可能有公主呢 但老三必须硬着头皮 去碰运气 结果却撞见了一只漂亮的猫咪 猫咪不停的跟着王子 想让他娶自己 这个把王子吓会了 连猫说不 但猛男怎么能招架得住 猫咪的哀求呢 没办法 王子只能答应了他 不久后 王子们纷纷回家复命 并且都说自己找到了 最美丽的公主 为了辨别真假 国王叫他们一人带一束 公主寝殿里的花回来 很快老大和老二就带着战利品 回到了宫殿 只有老三还在愁眉苦脸 因为猫咪怎么会摘花 但猫咪却让王子先睡一觉 然后自己偷偷跑到后山 挠出一个洞 然后里面的猫咪就捧着鲜花走了出来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会发光的花 这简直太美了 为了确保公主想要嫁给自己的儿子 国王叫他们分别带一件 公主的定情信物 这可把老三愁坏了 但猫咪却叫王子再睡一觉 经过一夜的努力 猫咪为王子编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卷 还金灿灿的 太神奇了 国王觉得是时候给王子们举行婚礼了 于是就叫他们分别带上自己心爱的公主 来王宫玩婚 这个把老三愁猫咽了 他哪有什么公主 倒是有一只猫 小猫看出了王子的心思 于是立马变成了美丽的公主 原来她是神的女儿 王子开心坏了 于是立马带着公主回到了宫殿 从此王子不仅继承了王位 还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大鱼 不仅体重三万吨 还长着鹰的爪子和熊的手掌 只要看到人类就会丢下一大箱子的金银珠宝 据说只要给大鱼点赞关注 就会获得数不尽的金子 所有人都想留下大鱼 就在刚刚 沙滩上出现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大鱼 为了能救它 有人开始拼命的往大鱼身上泼脏水 更为了让它重新回到大海 人们开始想尽办法把它推进海里 结果大鱼却长出了爪子 拼命的向岸上爬 也不知道大鱼要干什么 人类害怕大鱼会进攻城市 拼命的拽大鱼的尾巴 结果却根本拽不动 大鱼一步一步的向城市进发 不到一分钟就冲进了马路 这个把人类吓坏了 在零上两百度的天气 大鱼都快被烤干了 身上的鳞片也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开始的时候人类还十分害怕 直到大鱼闯进了一闸便利店 他礼貌的按下门铃 然后再把自己那八百来米的大爪子 伸进便利店里 拿走了一大堆的零食后 又给老奶奶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这下发财了 这可把便利店外围观的人类乐坏了 他们纷纷爬到大鱼的身上 想找到宝藏 结果大鱼却根本不想理他们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努力后 大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大海 原来大鱼在河沸水污染的海里 不仅发生了变异 他找不到任何吃的 所以他不得不冒死去人类的世界买吃的 可没有思维能力的大鱼在吃完零食后 却留下了一大堆的垃圾 这也间接导致了更多动物的死亡 所以千万要注意保护环境 垃圾堆里的机器人想要变成高富帅 迎娶白富美 因此他必须够到收卖机最顶端的蓝色杯子 于是他开始拼命的跳 想要抓住收卖机的把手 结果他太矮了 就怎么都够不到 于是他把自己的手臂拉长八百来米 结果长度是够了 硬度不够 小机器人就是怎么甩都甩不上去 但小机器人就是不放弃 他又重新组合了自己的胳膊 把手上安装了一个钩子 搜的一下 直接就挂到了售卖机上 这下肯定能够到了 结果却因为腿太短 差点掉下去 可怜的小机器人太可怜了 这一下屁股就摔成了八半 于是他怒了 还使出了终极大招 他能成功吗 就在刚刚 小机器人想和漂亮的女孩求婚 却遭到了所有人的耻笑 因为大家觉得他又矮又丑 根本配不上女孩 失望的机器人特别失望 于是就拿球来泄愤 结果就撞到了饮料售卖机上 聪明的小机器人一下就有了好办法 如果自己和依赖罐整合 说不定就能变成高富帅 说干就干 但小机器人就是用了上千种办法 也没能如愿 最后他怒了 他变成了超级机器人 我的妈呀 这不得把售卖机给炸了 结果他打出来的并不是子弹 而是一堆糖豆 绝望的机器人太绝望了 他狠狠地踢了售卖机一脚 结果咣当 原来就在刚刚 小机器人掉下来时 意外触动了机关 但这也太惨了吧 小机器人整合往后 虽然变帅了 但却变得更矮了 好在最后他完成了心愿 所以世上哪有完美的人 要学会接受不完美 小粉第一天上班 就遭到了男同事们的嘲笑 因是女孩子 同事们并不觉得 他能胜任这份工作 因此小粉没事 就会遭到同事的排挤 甚至把他当做是透明人 在这里连门都可以欺负他 小粉难过极了 他想离开这里 当看到自己拼命努力 得来的机会 又看看黑板上的成就 即便是离开 他也要爬到第一再走 于是他想到了个好办法 先是把一堆毛信屯 临到了卫生间 然后拿出支针 拼命的编织 原来他想先融入 男同事的圈子 就必须把自己 变成个女汉子 不仅要在士气上 打倒他吗 还要在能力上超越他们 就这样通过小粉一次次的努力 男同事不再认为 小粉是娇弱的女孩子 而是他们的战友 小粉也不仅得到了 全公司的认可 还成了宠儿 但小粉却一点不高兴 因为他不喜欢看球 还要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他更喜欢以前刷剧 纸毛线团 他不喜欢喝酒 却还要装作酒量惊人 每天还讲一些 自己根本不关心的段子 强装自己是个汉子 直到这天 公司来了一个小黄 开心的样子像极了过去的自己 小粉这才意识到 为了成功 他失去了太多 于是他决定做回自己 从此 在小粉的努力下 男同事们终于接受了 女同事的存在 和肯定了他们的能力 所以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迎合别人 你只需要努力 因为只有能力 才是你最好的证明 老奶奶有个神奇的雨伞 只要一唱歌 雨伞就会下雨 就连沙漠中的水龙头 听到他的歌声 也会自动喷水 可他却被坏人盯上了 不仅把他控制起来 只要不唱歌 为他们降雨 就会暴揍老奶奶 据说需要点赞关注 才能救出奶奶 就在十天前的刚刚 奶奶旅行到了小村庄 救活了一只干旱的庄稼 为了感谢奶奶 村民们邀请奶奶留下来 参加晚会 结果奶奶太高兴了 情盆大雨硬是吓到 一夜都没有停 连看庄稼都被淹了 村民们自私的赶走了奶奶 但很快 他们就遭到了报应 因为奶奶好像消失了 从此再也没有下过雨 大地都裂成了块 就连牛都被咳死了 村民们想要喝水 就要到小镇上去买 那里有一家酒吧里 有数不尽的矿泉水 可以兜售 原来他们抓住了奶奶 父豪让奶奶不停的唱歌 然后严格控制水源 这样所有的人 都会来他这里高价购买水 更可恶的是 他们还趁火打劫 不停的加价 但这个奶奶 可不是一般的奶奶 她怎么能该心被控制 于是趁坏蛋们不注意 嗖的一下 就跳下了舞台 不仅冲进了人群 还趁乱逃离了这里 结果还没跑多远 就被一个提总绊倒 一看是曾经赶走自己的大壮 奶奶并没有请求帮助 而是转头就跑 却不小心撞到了坏蛋的身上 奶奶又被抓了回去 这时父豪也不装了 他一巴掌就呼到了奶奶的脸上 只要不唱歌 就会暴揍奶奶 直到奶奶再也喊不出声音了 他们就死命的掰奶奶的嘴 目睹奶奶被抓的事实 大壮把一切告诉了村民 是父豪控制了奶奶 于是所有人联合到了一起 他们又救出奶奶 仰看着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村民们受伤 奶奶喊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声 瞬间一场轻盘大雨 从天而降 不仅消灭了所有坏人 也救出了奶奶 从此奶奶还是那个快乐的奶奶 原来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坏人终究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奶奶也是时候背上行囊 开始继续他的旅行了 太可怜了 男人刚爬上阿尔比斯山 就突然摔了下去 咱们赶尽点赞关注救救他吧 幸好他掉进了水里 手里还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 再拼命的往上爬 原来就在200年前的刚刚 中国的老板叫小哥 送一个特殊的外卖 小哥一看顿时傻了眼 他叫老板给自己路费 但抠门的老板就是一包不拔 于是男人骑着心爱的电瓶车 就出发了 开始的时候还一帆风顺 他从白天骑到黑夜 又从黑夜骑到白天 结果跑着跑着 还不到两万公里 小车就没电了 为了完成任务 小哥只能拼命的跑 饿了就吃树上的果子 渴了就喝大河里的苦水 真是太可怜了 但小哥就是敬业 他翻过喜马拉雅山 结果却掉了下去 幸好被一条善良的大河接住 为了不让外卖漏水 他只能举着外卖前进 可好不容易爬上了岸 又走进了沙漠 咱也不知道这是个啥外卖 都送了一百天了 还没送到 刚从沙漠里磁力逃生 结果却到了北极 我的妈呀 小哥此时特别感谢 自己忍接还饿一百天 还对自己不离不弃的 一身肥肉 这眼开就要到达终点了 前面却出现了一条 快两万里的大海 男人拼了 他一下就跳进了海里 还捡了一艘小船 就这样过了一夜的狂风暴雨 翻江倒海后 他还是死死的护住外卖 终于在他365天的苦命挣扎后 他找到了外卖的主人 最后他还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我的妈呀 这也太敬业了 好